中文字幕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只要有一个地人种上 我们就给它开启出来 当初为了解决温饱开荒种地的情景 白天江至今记忆犹新 2015年以前 白天江所在的秀山县白庄村 人均收入不足2000元 9年时间白庄村依靠什么 将人均收入增长7倍多 2015年白天江返回家乡 成立白庄村油茶产业合作社 发展油茶种植 油茶是经济林木 从果实中提取出来的油料 具有巨大的市场前景 是不折不扣的生态产业 白天江希望更多的老百姓 和贫困户参与进来 共同致富 我们就跟他说 你土地如骨的方式 效益我们平均翻 开始我们就制定了一个 五四一的模式 投资人百分之五十 老百姓给百分之四十 百分之十就是来给村基地追入 后来老百姓不干 说我们不跟你们玩了是虚的 那个除效益我们还不一定 指望着土地解决温饱的老百姓 他们的担心不是没有道理 因为油茶需要种植七到八年后 才能见效益 我们平时没有土地给你种油茶 这个是遇到老大难的问题 就说不干 不干怎么办呢 我们班子又开会讨论 又找了一些群众代表 我们就开会商量了 因为这个油茶它周期比较差 鼓励啊搞定要做 比如说装房间啊 装备书啊都可以啊 只要你装啊 远于无上的铁锅中 装备啊 你也不会自己拿去买 你如果不愿自己拿去买 我们生产专门也专门来 来负责这种资料 铁锅我们没有装啊 都会不停 我们也有这个钱 我们老百姓要搞这个钱 要改善我们的铁锅生产环境 像这样的会议 白天江不知道组织了多少场 每一场都会耐心讲解 相关扶持政策 那好每年给老百姓付一定的土地留着资金 后来就效益的时候 不管成功没成功 每一份加350块钱 这是给老百姓的一个底气 能够保证每年都有收入 村民陆续加入油茶种植项目 2015年白庄村开始了油茶产业的发展 后来在19年 慢慢地在这边看 这些效益了 老百姓不干了 就按照你们开始的那个方案 我们给你们签订好了 后来就是全部以老百姓 如故的方式 共同经营 共同管理 入冬前的半个月是油茶的管护时间 这也是白明瑞最忙碌的时候 在村里的油茶基地物工是家里重要的收入来源 是找到大历了 吃到大历了 去找这些据 去去找那些据 去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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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 现在村民不仅能参与务工 在基地无常提供的土地上 发展临下经济种植 也能为他们带来一笔不菲的收益 大aby 沙丛 深深深深深深的疑问 现在 现实疑的楼 2021年开始 油茶就将陆续进入圣古期 眼前这些四季长青的油茶林 也将为水绣山民的绣山 偏上一抹永不消退的颜色